我们这次央游户开幕式的主机调是青绿色 在我们的绿水青山中 把我们的中国的生态之美 人文之美 体育之美 展现出去 把我们文明现代的中国 展现在全世界面前 应该说简约安全精彩 看似简单的这样一个方针 我想它对我们的创作团队 其实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简约不简单 就是简约是前提 但是我们做的东西绝不能简单 这次开幕式秉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理念 我们的开幕式创作扎根于我们优秀传统文化 同时又要利用演绎高科技 富裕它的现代感 让开幕式既有中国特色 又展现亚洲风采 营造全世界一家亲的美好氛围 那我们都知道点火仪式是一场开幕式当中的重中之重 那这一次我们的点火创意是怎样的 因为在历史上就各种各样的形式的点火 层出不雄 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案例 但是我们如何突破自我呢 我们就想了这次点火呢 我们要回归到体育的本体 我们体育原本就是为了强身健体 强身健体是整个民主的事 是全世界所有老百姓的事 那我们就想了尽量多的人参与到这里面 改变了原来单个火炬手去点燃这个火 那么我们想是一个万种参与 数十互联的这么一个点火方式 压运一站通这个平台上呢 有个小程序 你点击之后呢 很容易就能成为了 叫做数字火炬手 到目前为止呢 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八千多万人了 有八千多万人了